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來明明真是有主宰 Winnie說高倩 剛好也有LFA來台灣 請問你現在的心情是不是很興奮? 當然了, 我終於可以見到大妹 哥, 我終於找到你了 我見到你了, 大妹 來 兇徒非常謹慎 懂得隱藏身分 用無人機遙控殺人 就是說兇手可以隨時製造一個 同樣的炸彈繼續殺人 這個人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一物 是嗎? 好 之前發佈在炸彈案四者 Dr. Wong預集的地點 找到這張Mini S-C-C-C 網罪科已經修復了裡面的三條片 全部都是無人機的航拍片段 這張Mini S-C-C就是來自放炸彈的無人機 第一條片拍下了Dr. Wong開車去醫院的路線 而他也在這條路上要去 而第二條片就是拍下了 由你家裡到殮房的上班路線 相信兇徒知道你每天都會開車經過我 所以想特地查詩 下一個目標就是我 很有可能是 我估計是因為你之前公開維護過Dr. Wong 所以他遷路於你 第三條片就由冬如林學院到廣場 應該跟你沒關係嗎? 有關係 一個月前我公佈了 會出席一個法醫科的教堂 地點就是冬如林學院 那兇徒下一個炸彈襲擊的目標就是你 你的教堂是什麼時候? 今天下午三點 就是還有五個小時? 法靖也是在無人機的底座下面 找到維修大廈外牆的灰水 是硫磯硫磯 磯磯磯磯 硫磯和硫磯磯 是油漆的成分 耳塞不是普通油漆, 有防水作用 通常這些防水的油漆 都不會在家居室內用 要防水除非是露台、浴室 或者在大廈外牆, 甚至是天台 根據這個線索 我們已經找到疑空兩翼漢的鬥 糟糕已經帶一幫夥計上去 希望可以先發制人, 早一步捕捉到他 收到, 你們在附近繼續刮他 好, 我們保持聯絡 梁奕漢已經不在他的鬥 但是跟我們推測他一樣 他下一個目標就是Dr.Man 鼎少在梁奕漢的鬥 找到東如林學院的一張地圖 估計他是想趁Dr.Man出席教育的時候 在這個地點下手 梁奕漢是一個危險人物 在未捉到他之前, 你要小心 我們會安排我們的伙計保護你 你先通知學院那邊說你不舒服 要取消一個教育 教育照照會舉行, 我亦照仁會出席 我知道警方有一個偵察無人機系統 只要梁奕漢一行動 就可以憑無人機起飛的位置 追蹤到他的藏身地點 你想用自己做理, 然後引蛇出動 這樣太冒險了 既然梁奕漢已經鎖定外界下的目標 相信他要看到我出現 他才會再行動 Dr.Man說什麼? 要速戰速決, 拘捕兇徒 才可以避免更多無古的傷亡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是不可以放棄的 我希望你明白 就算有多充足的準備 這次的… 風險依然存在 因為這個世界上 是不會有100%天衣無縫的保護儀 這一點我明白 你決定你真的要這麼做? 是 好, 大家聽著 現在距離聖課還有四小時四十分鐘 我們估計兇徒梁奕漢 會在東榆林學院廣場一帶引爆炸彈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保護Dr.Man 同時測佈梁奕漢 高靖, 要求EU增援 唐森, 聯絡學院全面配合行動 超級, 我要東榆林學院一帶的 住宅分佈和道路資料 聯絡運輸傳 萬一有突發情況 就要實施強制交通盤制 以防令你去逃脫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馬校長, 我們的夥計會在廣場一帶清場 很感謝你這麼合作 我們保持聯絡 Clean站, 什麼情況? 模型機監控系統設定好 留意看醫確保模型機操作順利 就一定要找一個距離學院廣場近 以後隱蔽的位置 學院周圍最符合條件的是西邊的三時里 北邊的四季街 隊A高靖 你的位置最接近懷疑目標 要提高警覺 收到 附近在隊B頂少, 隨時準備 有什麼事的話, 要支持隊A 收到 隊C和隊D留在原地繼續監視 是, 收到 好 Dr.Man身上的追蹤器顯示他 已經到了學院停車場 我剛剛到了停車場 好, 我們也是附近 按照計劃, 你三點鐘導演告訴我 兩點五十分你就到齊走過去 好, 收到 我們會一直監察你的情況 記住, 萬事小心 現在對標 現在是兩點四十分 為了Dr.Wong和她的家人 我們這次一定要成功 被火燒是不是很痛? 她走的時候, 是不是很辛苦? 爆炸只是一秒間的事 她應該感受不了痛苦 我只想生日水 她忘了爸爸 Dr.Man, 我是Kreen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我們根據監控系統和人手編排 收定了最新的路線圖 你記住要跟蹤, 我現在傳給你 收到 我們原本是走中星樓去學院廣場的 是, 郭Sir因為中星樓那邊比較隱蔽 安排了Shuper在那邊站起來 明白, 即是現在改行成恩樓去學院廣場 再經開完樓去演廣廳 沒錯 現在兩點五十分 Dr.Man, 時間到處出發 好的 由現在開始, 要一直保持同環 確保你的路線正確 別離開監控範圍 收到 聶英行動正式開始 各單位伙計加緊戒備 無人機隨時會出現 是, Sir 收到 是, 請 娟姐, 偵察到我無人機 什麼位置? 距離學院廣場中心點 475米, 西北偏北 四季街1至7號的四東大廈 在起飛範圍裡面 應該是晉威大廈 那裡能看到廣場最清楚的地方 位置上晉威大廈 最接近東園梁學院 估計梁易漢除了利用無人機上的鏡頭之外 還會用埋望遠鏡來監視Dr.Man 等到目標出現, 他就會引爆炸彈 應該會是八樓或者異常的地方 同意 郭Sir, 天A有略動 我們四個去基上空 看到無人機飛過 鎖定盡位大廈 集中守八樓或異常 特別在天台 是, Sir 其他隊伍繼續沿位置準備 隊伍頂兆, 你最接近隊A 馬上支援高席 收拾 無人機的速度一直保持穩定 應該是因為到處大廈多 街道閘的關係 環境密集會阻礙到無人機信號接收 所以控制範圍會按比例縮窄 空圖的位置應該在起飛點 方園五百米內 就是說無人機遮蓋不了整個廣場? 沒錯 這條就是境界線 越過了就代表進入無人機的引爆範圍 根據東圓林學院的現場環境 只要Dr.Mane走過了開營樓 他就會有危險 超級, 學院廣場清理了什麼? 所有通道口已經封鎖了 大家聽著, 開營樓就是境界線標誌 所有伙計退到境界線後面 收到… Dr.Mane, 你是不是都清晰聽到? 聽到 記住, 一定不可以走過開營樓 明白 無論計劃有什麼變數 一切都會以你的安全為先 我會小心, 到時候有什麼事, 撿生 好, 去吧 老闆, 沒有這兒 中央大廈八樓以上的單位和天台 都找過了, 已經來人找了 旺機位置 已經飛接距離東圓林學院範圍 幾百米 隊友現在正在錄地, 準備好 好 鎮威大廈最近學院廣場 梁奕翰不選那裡 難道遠近不是他的考慮? 他考慮的不是距離, 是高度 射慶大廈 在鎮威大廈後面 要確保信號沒有阻礙 就要上到十三樓以上 高靖, 後面的射慶大廈 十三樓以上, 快 收到 King Sir, 我們天彼會馬上趕到射慶大廈 接著上樓支援 好 Dr.Man, 你前面十米就是境界線 Dr.Man, 還沒抓到梁奕翰 我們在有靈行部住 可能你要拖一拖時間 Super, 支援Dr.Man 收到 Dr.Man? Dr.Man, 真的是你? 我們很期待你的研究 對, 為了你的研究 我做了一些研究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嗎? 好 挺兆天必來支援 他們從十三樓開始小樓 我們直上天海有數據數包樓 盧可盈, 快過來看看 我就來幫你補充了 是誰? 左傢伙 無人機突然掉頭轉彎 他可能發現了我們 高靖, 為之 到了十樓 升降機只上十八樓 要走多一層, 上十九樓 才有腦去天台 我們查到無人機回船 梁奕漢可能聞到他還沒想走 收到 如果梁奕漢現在逃走 高聖和景少比別說得遲 絕對不可以讓他走掉 交給我 我知道我怎麼做, 你們不要跟著我 你再閒事越過境界線 Dr.Man, 聽我的指令 立刻和我站在這裡 一停就前功盡斃 機會只得一遲 他想引梁奕漢繼續襲擊 Dr.Man, 留在原地 這是一個命令 不要再向前走 已經不可以再強, 大家把握時間 今天一定要抓到梁奕漢 文家興, 見我, 不要再向前走 無人機改變方向, 已經最後趕場 直線衝去去Dr.Man 你死了 對不起 捉到梁奕漢, 完成了, 沒事了 放心, 立刻去召營炒彈 好 放開我, 我要幫羅巧瑩報仇 我要炸死文家興 我要幫社會罪害 你自己是誰? 你是暴徒, 殺人犯罪 江湖牧醫生 害死我婆婆, 害死羅巧瑩 文家興 連這個混蛋也幫我, 她也是活該 人有傷死, 不到你的判斷 我沒錯, 我要看天行堂 我沒錯 文家興, 你是不是傻的? 這一招叫兵行險象 不敢做, 肌肉怎麼會回頭呢? 回頭炸你嘛 幸好我只肝要唱廳話 才能成功攔截無人機 你才能站在這裡 之前Dr.Wang出事 我親眼看著Helen和我契仔 沒有了我親人, 我什麼都做過 我唯一可以做到的 就是盡全力幫忙抓到真人 還他們一個公平 但就算Dr.Wang他們一家 也不會希望你因為幫他們 連命都沒有了 李姐姐捐個肝給你 不是讓你拿來搏的 是想你延續, 想你珍惜 正因為珍惜, 我才要這麼做 如果這次被他逃脫了, 斷了線索 到時候他發起瘋了 不知道又會去哪裡再放假 打擾他更多人的性命 我相信姐姐, 她一定會明白 總之你答應我, 只此一次 明白嗎? 是, 女士 嗯-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見你了, 大輩 我也看見你 她是狗 大輩 我 撐住, 救護車走快 人家 你 大輩 醫生, 高雄的情況怎樣 很抱歉 車禍造成傷者嚴重淚出血 加上它有遺傳性的血咬病 我們已經盡情了力了 血咬病 對, 血咬病 她在求我錢運到, 跟血咬病有關 丘下來說, 是因為血咬病引發癲癫 為什麼會這樣子 血咬病病人臨水能力差 媽媽, 找到她頭部曾經受過撞擊 弩淚肌血壓到腦神經線 這會導致癲癫隨時發作 接下來是要替死者辦理手續 你是她家人嗎? 很抱歉 我不是她家人 是 剛才你跟醫生說 我說這個高雄不是我妹妹 不是因為我接受不到 親眼看著她出事 事實看來她真的不是我妹妹 為什麼你這麼肯定? 因為醫生說她有遺傳的血有病 血有病的女性病發不太常見 除非媽媽有隱性基因 爸爸是血有病患者 姐姐, 我爸爸沒有血有病 所以大妹也不可能會有 所以這個高善 只不過是有相同的名字 相似的背景? 原本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最後竟然變成一個傷感的悲劇 正說她叫我一聲歌 如果我真的是她的歌 她就找回她的親人 如果她真的是我妹妹 我就沒有了她親人 雖然這個不是真的你妹妹 但是看著她出事都一樣難受 我一直堅持去找大妹妹 其實我連她還是不是生存在世上 都不可以肯定 她隨時可能已經走了 堅持有事或者會是很熟 但是有堅持才有希望 現在我的信念更加堅定 放棄就會有無法彌補的遺憾 我相信無論我妹妹是生是死 她也會希望家人繼續去找她的下落 就算最後只能找到一塊墓碑 我也不會半途而快 我們遇到的這個高善 都是一直堅持 可惜千山萬水來到這裡 還沒找到答案就走了 我們雖然不是真正兄妹 但總算有一種緣分 她最後走之前還很緊張這本日記 似乎有很多事情想我知道 想我幫她做 好, 請 四月十二日, 情 有點秋意 我很開心 我用家庭和家庭做主題的作品 獲得獎 我會把這個獎 送給當我親生女一樣 這麼痛惜的華僑養父養母 是他們令我重新有一個家庭 但是我仍然希望可以找到我的家庭 和我真正的親人重聚 七月八日, 欽 我跟沉親組織去了一市馬來西亞 可惜這一次 跟之前的很多很多次一樣 都是失望而回 這麼多年來的堅持都沒有結果 有時候會令我覺得很失落 很贅沙 但是如果要我放棄和堅持 兩者去做選擇 我仍然會選擇堅持 就算失望過, 灰心過 都一樣不會放棄 堅持去沉根 是我這麼多年來的動力 我仍然很想要找回 去墨湘年的親人 去墨湘年的親人 2月16日, 情 上天對我的祈求又再有回應了 在我準備去Sydney公幹之前 沉親組織通知我 說我媽媽很可能就在台灣 我希望這次真的會找到我真正的根 和家人 如果我真的見回我媽媽 我很想問問她 為什麼我們會失散 這麼多年來 她到底有沒有去找過我 有沒有掛念我 但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要大力地抱著她 然後說 媽媽, 無論如何 我都不會怪你 我很愛你 因為你是我的媽媽 一個人的堅持已經夠孤單 她最想找回自己的親人 到最後 還是還沒完成她的生命 血脈相連的思念 是沒什麼可以取得到的 如果我大妹在世上某一個角落 她一定在等著重作 但是這個高仙 已經不會再有這樣的經驗了 如果我大妹出事 我也希望她可以遇到好心人 和她完成她最後的心願 我們的相遇是一種緣分 就是我這個哥哥 為這個妹妹完成她最後的心願 我會代你找回你失落的坎雪坑 高先生, 你好 據最新的消息 高善的媽媽應該住在基隆的漁港 但是還沒能確定 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嗎 好像是叫蘇芳 在漁港經營一家叫家門的咖啡店 兩位, 你們點什麼咖啡? 謝謝 這些是家門的特色蛋糕 請你們吃的, 謝謝方姐 方姐, 你真好人 剛才聽你的伙計說 你很肯請雅出的留學生打工 謝謝 人在異鄉, 幫得多就多了 假如我小善遇到困難 我也希望有好心人可以幫到她 你們兩個都很好心的 出心出來的幫失散的親人團聚 胖回家空班, 希望可以幫到更多人 我們跟很多不同的尋親組織都有聯繫 知道方姐, 你也有親人失散了我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更多資料 沒問題的, 你們問吧 你女兒叫高閃? 是呀, 高峰兩折個高 真善美的善 我小閃出生就很乖 就像個天使仔一樣 她不見了的時候是幾歲? 六歲, 剛剛過了生日 那她是怎麼走的? 還是被人拐走的? 她不是走失的 也不是被人拐走的 小善是被我賣走的 你賣走自己的女兒? 我兒子有血又有病, 要很貴的醫藥費 為了你兒子, 你就犧牲自己的女兒 我一個寡妻子 除了這麼做, 還有什麼辦法 家裡可以典當賣的東西 我都全部賣光了 我甚至賣血 但是也不能讓我對兒子溫飽 我有一個童香話 她可以幫小善找好人家 其實我可以少一個人受苦 她說 賣女兒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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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了一筆錢 我就馬上口悔了 我回頭追出去 我就不見了同鄉 又不見了小善 上天就懲罰我 雖然賣了女兒 但是也救不上兒子 兒子沒多久也病死了 那你有沒有試過去找高士? 有 我聽說我同鄉去了沙撈園 那我快要出來 我馬上趕去沙撈園 我之後又聽說他去了屎水 那時跌倒了腳 我也馬上趕去屎水 我完全找到可以找的地方 但是也找不到小善的組織 你有沒有想念她? 這麼多年來 我沒有一天不想念她 我可以的 如果可以 傷我的骨 乾我的肉來代替她 我也寧願小善可以留在我身邊 我現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可以再見到她 要不是為了可以繼續找小善 我不知道生存下去還有什麼意義 我盡力去幫人 都是希望可以積多點陰燈 讓小善也可以遇到好心人照顧 我開這個咖啡店 我也改名叫做家門 就是希望我小善 還有一天可以走進這個家門 我相信你女兒 在天涯的某一個角落 一定會領受到你對她的心意 我常常在夢想 如果有一天小善走進這個家門 你母女重逢 不知道她是怎樣的 她還會不會怪我呢 她會對我說什麼 我相信… 我相信高善踏入這個家門 她最希望做的一件事 就是大力地抱著她的命 大力地抱著她電話 然後說, 媽媽, 無論你做什麼 我都不會怪你, 我很愛你 因為你是我的媽媽 媽媽 媽, 媽, 媽 善意的方言總有個殘落的真相 方姐現在生存的唯一動力和寄望 就是找回小事 我相信小善也不會想她媽媽 帶著一輩子的傷心和絕望 你很為人著想, 不想打擊方姐 我很抱歉要你再經歷一次失望 雖然失望, 但是我還有盼望 我們讓方姐幸運 她要一個人面對最大的困境 而我還有小妹 可以互相扶持, 互相鼓勵 經歷過這麼多次失望 你們還繼續堅持, 真是難得 人生的海有很多不圓滿和遺憾 我會選擇相信大妹她 她還在某個地方平安地長大 相信她生活得很幸福 既然還不知道事實是怎樣 即是還有無限的可能 那不如正面一點選擇相信 堅持就會有希望 我也相信有一天 你們三兄妹妹可以再重聚 一起坐上摩天林 好, 我都相信 齊啟動, 你竟然打上我最好的姊妹 你最重要有什麼空解釋? 你不要告訴我 伊丁自己爬上我的床 你不要告訴我, 看你控制不了自己 你不要再說任何解釋 今早為你背叛我之後 再侮辱我的智慧 是不是喝大了就可以跟其他女人上床? 你知道你自己在說什麼嗎?阿慧 沒事各種偏僧 盈望我, 盡頭就像風無耳朵話 真的刺駕 可惜你只想看他全上分散 忍住吧, 你不放鬆 他手臂很長的 拜託你穿著四吋半高跟鞋 你就慢慢走, 別跑了 別人約了, 你不想遲到嗎? 正正因為你約了我才不怕遲到 你知道我一定會等你嗎? 怎麼可以對那個人也好 偏偏對你差, 這是什麼道理? 你有沒有聽過人有一個壞習慣的? 就是無論多好的人 都會選對自己家人發脾氣? 聽過, 但這樣就不對了 一半一半 因為始終只有自己家人 才可以無條件地包容你一切 如果將來我真的逼了, 動不了 你會等我嗎? 不會, 我會背你 你的大陣傷過, 不當純粹而已 為了要背你 我背部裝鋼板又怎麼樣? 可惜不要 將來跟你旅行關係過關 你嘟嘟的聲音很軟 好了, 那我答應你 以後無論你多遲下班, 多晚回來 我們會開燈, 等你回來 說過就是了, 別客氣氣 別客氣氣氣, 那我承認你 別客氣氣, 你盯著別客氣 burg家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不知道是你 沒關係, 與你無關 Queen, 我們不要去坐底談談 我跟你沒話好說, 你不要再跟著我 不是, Queen, 你聽我說 那件事是意外 我已經很後悔, 我已經後悔到想死 那你去死吧 這個世界不要說誰失去誰生存不了 大家成年人, 成熟一點處理感情事 你已經錯過了一次 可以不可以學會理智一點嗎? 我看不到我跟你之間 再有糾纏下去的必要 不是, Queen… Louis… 是不是我無情理請到你? 我來看醫生吧 我不想看醫生, Queen Queen, 我打算把保障給你 載到無鐵打走, 你家裡有的 是嗎? 小心, 先坐下來 那…不妨礙你們 今天晚上的時候不用被人知道 明白 是嗎? 對不起, Queen 我本來打算來見你 沒打算弄到你 只要有時候可以拿一杯茶 我幫他打了的士十分鐘之內 我知道你很不想見到我 不僅你,我也很討厭自己 我到現在都很後悔 我還懷疑你這麼不知所謂 這麼不值得你原諒的事 發生了的事 你再道歉也是無報於事 一段關係去到你的地步 你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令他結束得不太難看 我不想他結束 Queen,我們在一起這麼多年 除了上次那件事之外 現在我的所有一點一滴 全都是你最開心的日子 我…我真的不捨得這樣 這樣結束就結束了 你捨得嗎? 不是我捨不捨得的 是你逼我要放手 你覺得我可以當什麼事 都沒發生過嗎?我做不到 Queen,你相信我 我心裡只有你一個 我想娶的女人 除了你之外,不會有別的 沒有的 但是你想上床去女人 不只我一個,何先生 那一晚我確實 打算答應做你的學太太 我還親手做了你最喜歡的百瓶甲 我想告訴你 是,我想我開心心跟你過了下半世 但是原來所有事都是我一廂情願 你根本就不是我Mr.Way Queen,我們重新來過 我也可以的 我們重新開始吧 你好,謝謝 的士已經到了 你走吧 我是要Queen 由你跟另一個女人上床的一刻開始 你就沒有資格再要求我 不用了 拿一瓶嗎?你又想嗎? 不用了,我都可以 我自己拿你的 怎麼樣?有沒有好一點? 我這瓶藥不錯,什麼時候買的? 老中醫浸的 我有一個朋友買開 買多一瓶給我看門口 你呀,老頭說什麼 我這瓶就自己弄傷了 很多了 對不起 你呀,要小心身體 我們以後還有很大的路要走 所以無論將來多老也好 你永遠都是我心裡的寶貝 老頭 好,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